Hello 大家好 我身處小弟在 Heather 和 28 階 還有西 28 階 在 QE 這裡 今年開工一月下雨都要來 為甚麼呢 因為有一個很棒的 Townhouse 床目 一個 traditional 有天有地的 Townhouse 在內階到 28 階 這樣的內階 大家都知道 QE 一定可以有公園 有好的學校 亦都是有 Sky Train 今日的介紹就是 28 West 這個 28 West 是一個精品的項目 一個 20 間 Townhouse 偏向大的一個 Townhouse 剛才說了是一個有天有地的 Townhouse 由 1,300 多呎到 1,400 多呎 三房加電或 3 房加 Flex 加電的單位 有天有地 大家跟我內地都知道是甚麼意思 即是可以在屋內 直接落到自己的車房 如果新來的觀眾未做 我快點做完它 淋少一點雨 然後進去 Show Room 裏 下面紅色有個訂閱鍵 按了它 開啟鐘仔 免費的 我將來有甚麼新片 Youtube 就會告訴你 我們今天會介紹 Celine Property 的 28 West 28 West 坐落於 28 階 在 28 階 隔壁 就享受一個內階的優勢 很多時 Townhouse 圍了一個西區的地址 例如在 Granville 街 在屋街、Camby 街、大街 較為沒有理想 因為那些街道始終有少許繁忙 但今次的 28 West 位於 28 階 是一個內階 對面及附近有甚麼事 就跟大家了解一下 首先,Header 街是一條內階 28 也是一條內階 它的座向是左北向南 很多單位都是這個座向 基本上全是 20 間 28 West 是 20 間 全部 20 間 Townhouse 都是左北向南 當中有 10 間都是一個 Corner Unit 20 間 Townhouse 有 10 間 即是佔了一半都是 Corner Unit 這一個 Townhouse 應該都會有很多選擇給大家 價錢稍後再說 其實都頗帥 說一說地區 剛才說了 這一個 28 階 在內階 大家都知道 Camby 街有很多食屎 很多 Cafe 等等 固然之 這是 QE Park 區 一定有一個 QE Park 在附近 走去 QE Park 應該是 10 分鐘的步程左右 如果你說要去學校 在哪裏呢 其實是很近的 在上面 例如是 8 分鐘 10 分鐘的步程 就會去到 Emelie Carr Elementary School 中學就是 Eric Hamber 這個排名亦是非常高的 剛才說了 這個在內階 在那裏 其實 28 階是一條單車徑 在溫哥華來說 我們宣揚 踏單車 這裏如果踏單車去 Downtown 又好 踏單車去附近的 Carriestel 都可以做到的 這裏是很方便 在溫哥華的正中心 踏單車和行路 現在說一說 不如你想去軟行遠一點 可以用甚麼交通工具 其實未必是一定要開車 當然開車有條 Canby 街 一上去就是 Downtown 一上去就是 Richmond 但是如果你是不想開車的話 這個區域為何這麼好賣呢 因為 QE 就有一個 King Edward Skytrain Station King Edward Skytrain Station 就是藍色的那裏 走過去我想是 15 分鐘左右的步程 大致上都是平路的 我們到來看 4Pen 之前 就看看它那裏 這些公仔屋 這樣會看得到一個 Typical A Plan B Plan 只不過是一個正方形 A Plan 就是一個長方形 剛才說過 那個建築的 A Plan 全部都有 B 就是前三個後三個 看整個 Layout 就會知道我想說的甚麼 就是有天有地的一個 Townhouse 這些叫做傳統的 Townhouse 未至於最傳統的 最傳統的我們在哪裡找到呢 在 Richmond 找到 連車庫都會在地面那一層 但是畢竟在溫哥華的西區 當然是地貴 經貴之中 重要的 一起到就一定會有 Parking Lot 在下面 才可以節省到位置 不可能在上面那裏 放在車房 那麼浪費 我們會看到底下那一層 就是一個 Secure Underground Parking 每個車位都會有 EV Connection 然後進來 這個說的是有 A Plan 就會見到它有一個 Flex Flex 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面積 當中考考你自己做甚麼的用途 很多人做了影院室 有些人會做大 Pantry 有些人做過大書房 有些人做過瑜伽室 運動室 這個發展商沒有提供一些 Package 沒有像上次的 Seasons Seasons 就真的有 Package 給你買 送個 Gym 給你 但是這次是楊毛出上楊身上 今次就自己放一個大房 讓你自己做自己的調節 其實做個人客房都可以 變成這間 Town House 可能有四個房都可以 然後上樓梯就會見到生活層 生活層會有整個建築 所以有前院和後院 在前頭方面 如果你是 A Plan 也會有一個圍欄 然後出到街道 這裡就會放了一個 Living Room 這個設計其實很容易讓我解析得到 因為這一個 Town House 這個設計上 它的建築 特意放了一個 其實是用料的 這個是成本 一個較高的一個樓底 我們除了Basement 會矮一點之外 這裡上面中間的生活層 是10呎 10呎 9呎和9呎 所以建築成本 增加了 但是最終享受的就是買家 因為裏面看得到 夠高的樓底 大家都知道 它的空間感和採光度 已經相對提升 我們這邊會見到中間有個廚房 廚房這次用料非常漂亮 它會用了Gagano Package 它會用了很漂亮的石面 天然石面 它會有個真正配得很漂亮的配搭 還有一個優惠 是一個驚喜 很多時有些項目都不會放進去 如果你在生活平台進來的正門 也是樓梯上到這裏 剛剛見到這個位置 又會有Powder Room之餘 對面其實有一個 那個叫甚麼東西 換衣換鞋的Cabinet 我無緣無故記不出名 亦有一個Landing位置 坐在這裏 換鞋 亦有一個衣櫃 這個已經是加入了Fall Pen 你也在Fall Pen找得到 這也是一個細心的動作 接著出到來源那邊 基本上 你會見到上面那層 飆出了一點 下面就可能有位置 讓你放得到那些Powder Room 亦都不會飄濕的設計 這個設計是非常之好 樓下亦都是 它有個樓梯上到上面二樓 但我上去之前說一說 因為它這個樓梯 多數人都會 要是放在牆上 放在牆上 或者壓迫感會大了 它有甚麼動作來解決它呢 其實它用了一些斜坡 用了木的一條條 用了一個圍欄 一個牆 一個設計 很帥仔 整個空間感 好像放大了 不會好像樓梯或樓梯 一個窄的廚房 很漂亮的設計 樓梯上去 就是二樓 二樓找到兩間房 兩間房的闊度 其實是很寬闊的 它可以足夠放到一個 Green Size 床 兩邊床頭櫃 然後中間 亦都會放了一個 這個叫做釘 因為這個A-Pan 有三房 有個Flex 亦都有一個釘 這個釘亦都是大家小宇宙 如果下方不放書房的話 上面放書房的釘亦足夠的 這兩邊的睡房 是Share 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裏面的配置 都非常靚仔 亦都有吊櫃 亦都有一個化妝鏡 裏面有層架 很靚仔的一個Full bath 亦都是因為它有兩個Full廁所 所以這個都會用了一個浴缸設計 上去樓上 其實這個設計我真的覺得是非常之好 讓我確認一下 這個設計上去樓上的主人房 它的設計會用了門 放在下面的第二層 變成一上樓上 這個已經整個都是一個主人房 這個設計有什麼好處呢 跟剛才一樣 生活層的樓梯 它用了木間條來開揚了概念 一模一樣 你在主人房 亦都不需要放樓梯的長 闊了 因為你用了整個Town House的闊度 來做了一個生活空間 上樓上找到一個很大的Master Bathroom 亦都會有一個Double Vanity的洗手盆 這邊會見到一個是光磁 亦都用了一個花沙瓷的設計 後面的主人房後面 就是一個Private Patio 這個Private Patio 亦都是非常之舒服 因為在內街裏面 亦都是真的可以用得到 因為它有少少的淫棚 飆了出去 亦都是很差別 飆了出去 但不飆了出去 所以亦都是 亦都是 亦都是 亦都是多雨 多霧水 所以都教一個細心的設計 很快跟大家看了28West內街 在QE的一個精品Town House 其實這個Town House 要挑剔是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地點好 在內街裏面 即是價錢亦好 剛才我講了幾次 這個價錢是非常之實惠的 如何為之實惠呢 這個前頭的Plan B 1300多尺的單位 最便宜最便宜 是2MB 都不用 190萬左右 還有優惠 待會說 大一點的Plan A 是應該是最搶手的Plan A 三房加一個Flex 還有一個DAN Plan A 有一個前後院 有一個大的露台 那些會去到210萬左右 亦都是聽到後面的Incentive 這個價錢方面 因為它用了1300和1400呎 跟上次我跟大家介紹的 Dart Town House 或者Stack Town House的項目 有些分別 因為它是大 大的話 若無當然是春在你身上 說一說 它的價錢 開得完全正確 亦是很便宜 因為它的用料非常漂亮 剛才我提及了 Gagano 亦都是 它亦會有冷暖氣 亦都是 地下有一個Secure Parking 亦都會EV Include 亦都是用一些漂亮的材料 地板 地板是用Engineer Hardwood 用了很多心機的Millwork 進去 用了一個漂亮的Architect 不如我講一講 如果你想寫Contract的話 還有有什麼優惠 寫Contract是5000元 寫Contract 之後就加上去5% 之後就是 Total收15% 之後是2026年成交 那時才比美數 如果你是真的有興趣的話 剛才說管理費是便宜 管理費有多少呢 它其實是三毫九字 剛才我說四毫都不夠 現在看到了 它寫三毫九字 還有 如果你是新買的話 如果你是透過我買 現在是早鳥優惠 或者Danny的優惠 亦都是很多的Discount 如果你是頭幾個買家的話 優惠是多到五位數的優惠 還有頭的數字是這個數字 又有差不多五萬元的優惠 真是首快有首萬無 因為這個項目 20間當中有10間Corner Unit 亦都是非常搶手的一個地區 可以走得到學校、公園、Skytrain 今天小弟在228OS 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右下方有個KR Code 亦都可以用手機上機功能 數一數就可以下載了 賣一點廣告才離開 下面有個紅色的按鈕 訂閱按鈕 開啟鈕 免費的 我將來有什麼新片 Youtube就告訴你 在這裏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